接下来我们说头条 快乐男生系列电影 我就是我举办了发布会 华晨与白举光宁环与佐力等 他们全出席了 是的 特别提示 他们是穿着球衣出场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估摸应该是配合世界杯吧 好好 归到这部作品啊 很多网友讲这是一部粉丝定时电影 但我觉得没必要下什么结论 这部影片当中有他们的青春和热血 这就足够了 去发布会电影看一下 当天的发布会 十位快乐小伙伴全数出席 在台上互接老底卖萌耍宝 卖力为电影吆喝 这现场可是热闹得很 足见人多力量大的优势 可十多位都是主演 不会因为镜头多少起争执吗 人多有一件事情不好 就是戏份要怎么分配呢 是说每一个人镜头吗 对 随意一点 都拍完了嘛 这个镜头多少都无所谓的 就是你们都是这样的态度吗 我们本来都保养随意啊 不管戏份多少 他们跟几个团结起来 歌迷们总归会鼎力支持 这也使得这部电影 在开拍前便能取得 五百万的预售票房 有了保障的他们 这次说起话来也底气十足 你总是说不害怕啊 因为你们的电影 是和那个郭敬明 还有韩寒的电影 在同一个档期吗 但是他完全不怕 那你们又没有担心或者害怕 于田说吧 我觉得没有什么 因为本身我们就是记录我们自己真实的生活 然后真实比赛的状态 这敢跟韩寒郭敬明叫板 你们打算拿到多少票房啊 票房来讲的话 我觉得更多就是要看大家对于这部电影能够产生的共鸣点是怎样 如果好的话那就好了 说个数呗 或者说个目标是多少 这个就一起加油 一起喊个数 喊出你们心中的数字来 你们要做自己吗 我就是我 来 三二一 一起加油 什么情况 我们这什么情况 说好不是一起喊数字吗 就一起加油是什么意思啊 等会小远我觉得你 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肤浅啊 你知道对于他们这些追梦的青春少年而言 一起加油 比这些什么票房什么数字更为重要 真是好浓